anxiety 在讲这个字之前 我们先来看它的形容词anxious anxious这个字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音节 在an我们念成an 中音就落在an这个音节 x i o u x 我们就念成shus 整个字我们就念成anxious anxious anxious这边它是当作一个形容词 我们中文翻成焦虑的 我们来看英文例句 James was so anxious about the exam that he barely slept the night before that 他说James对于这个考试 非常非常的焦虑 所以这边有个片语 同学必须要记一下 be anxious about 就是对于后面这件事 你感到非常的焦虑 对什么事情 你exam那场考试 他是如此的感到焦虑 so that的句型 相信大家都已经很熟了 他是如此的焦虑 以至于he barely 主要barely的意思是 几乎不几乎没有的意思 他几乎没有睡觉 什么时候呢 the night before it 在考试的前一天 这边的it指的就是 那一场考试 好那这边除了我们说 一个人对什么事情 感到焦虑之外 我们还可以用be anxious 后面接上一个that 加上主词再加上动词表示 我们对一件事情感到忧虑 那就直接接that 这个名词指句 好那anxious之后呢 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字的名词 这个字念成anxiety 这个an也是一个音节 对不对 好 xie一个音节 a一个音节 ty念成体 整个字我们就念成anxiety 中音落在第二个音节 好那anxiety这个字呢 它可以当作不可数 也可以当作可数 中文翻成焦虑或者是忧虑 我们看英文的解释 the state state这个字呢 就是一个状态的意思 什么的状态呢 of feeling nervous or worried 感到紧张 或者是感到焦虑的 一种内心的状态 关于一件事 什么事情呢 what might happen 可能会发生的那件事 但是有没有真的发生呢 没有人知道 但是呢 那种感到紧张 或担心的那种状态 我们中文就翻成焦虑忧虑 英文就念成anxiety 好我们看第句 好那说 event is experiencing intense anxiety about moving out of his parents house and living alone for the first time event is experiencing 他正在经历一种感觉 什么感觉呢 intense 这个字的意思呢 指的就是密集的 那个就是非常强烈的 在这边中文呢 把它翻成十分也是可以的 那anxiety 他感受到了这个非常密切 强烈的焦虑 好中文就翻成感到十分的焦虑 好关于哪一件事情呢 来解析词 搭配about 关于后面这件事 这件事情就是呢 搬离开他父母亲的房子 而且呢 living alone 自己一个人 自己住 for the first time 第一次 ok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例句 Brian has job anxieties he has difficulty falling asleep every Sunday night 好那 Brian呢 他有个job anxiety 他有了工作的焦虑症 ok he has difficulty 好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 做什么事情有困难 除了可以用difficulty之外 也可以用trouble 好 所以呢 他呢 睡觉有困难 就是很难入睡 什么时候呢 every Sunday night 每一个星期天的晚上 好 所以这个字 我们再来复习一次 anxiety 名词 焦虑忧虑 anxious 形容词 焦虑的 我们再来复习一次